他也是跟順彭 他說300元以上有貨 他說現在怎樣算好呢 是不是應該先等業績 業不業績都是255元這些位置做指示 我都是這樣想的 業績前後都沒有分別 這些股份的質素其實是OK的 但問題是300元流上 就是別人升到最尾段的時刻 為什麼之前說 泰古A的位置最尷尬就是類似這樣 這些位置你真的追泰古A 跟之前300元的觀眾追比亞迪一樣 很多利好因素都反映了很大部分 圖又在10天線流上升升升升升上去 空頭排尿 多頭排尿 6月份7月份的時間最適合你的 但問題是你不止血就捱 這些位置捱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的 可能分分鐘落到200頭的位置 真是不奇怪 比亞迪的股份一定貴 基本因素好 所以這些股份是短線操作 永遠是最尷尬 中場線通常是最危險 或者有危就有機 我只會這樣說 所以這些股份我覺得比較適合中場線補助 最好就是分柱吸納 但我自己都覺得難的 分柱吸納比較適合 一手這麼貴 但問題是如果你300多元拿的話 我覺得你只剩下250元 或者如果對你來說 那一手很少的 你還有很多其他貨的 那就繼續捱下去 我覺得比亞迪的質素已經是比較好的股份 但質素好的股份 不代表它不會大上大落 所以你300元買就預算要很久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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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